好吧 殺胎甲在選圖 他選了殖民戰的樣子 殖民戰? 對啊 habitation應該是殖民戰吧 對對對 那張圖是殖民戰 那張圖我一直覺得是對蟲族有利的圖 為什麼 可是 胎甲他打了 他上次打那個 他打那個也是選這張 他打那個 Revival 他也是選這張 可能是因為 他三框 我覺得他應該是開黃金框吧 沒有 他上次打Revival是開直線 他沒有開黃金框 那我就不太清楚他選這張圖的意義 我覺得可能是近吧 也有可能吧 因為這張圖還蠻近的地面 對啦 但是 以我從組角度的話 我覺得這很大 對 所以很好猥瑣 只要人類不是開三框的話 就三框他不是非黃金框的話 對 對我來說就是壓力沒那麼大 所以你反而覺得這張圖充足好大 對 唉唷 因為這張圖如果人類開黃金框 對不對 人類開黃金框他 他農民根本不用補到他原本的那個 數量 所以壓制比較早 對壓制會很早 然後兵也會很早 所以他的暴兵 暴兵timing什麼都比正常圖還快 那可是像那個 胎甲這樣子他是開直線的呢 就沒有那個 就沒有 我覺得沒有 我剛剛說的有時可能就只有 就是 剛剛那個 你說直線距離 嗯 比較近 因為他上次這樣子 好像是印象中是用火車去 也是一樣限制他的重胎 然後後面接NN 然後打一打打一打就把他打死 現在一定要這樣打 現在就是 打 人類打重組就是 限制重胎 最重要就是限制重胎 大概就是限制經濟 就這兩個 就是讓你那個重組如果要開三框就把他打掉嗎 開四框就把他打掉 或是多線去鬧他 對 反正就是你要想辦法把他 把節奏抓在自己手上會比較好 就是限制重胎嘛 你正面 限制重胎 限制老的話 你正面就有一定的壓力 對 然後再 如果搭配多線的話是最好 但是 其實現在很少人在打多線 多線是要 就是你本身有一點點優勢的時候 你把多餘的兵 拿去多線 那樣印象中組的節奏是最好的 好吧 我們來 介紹出身點位吧 好 在地圖左上角 藍色的 重組玩家 雷諾克 雷諾克 最好是這樣念齁 呵呵呵 不然你跟我說怎麼念嗎 好 來我換另外一個 在地圖右上角 紅色的人類玩家 你跟台甲 台甲 台甲 我跟兵哥視角 跟兵哥視角 好 雷諾克 還怕台甲放招喔 何以見得 因為他拉了 他拉了農民 出去旁邊看 出外面看 喔 去抓有沒有野兵營 對 欸 台甲這場有打單兵營開礦喔 他沒有要出死神 喔 因為他如果殺出死神 早就已經蓋瓦斯 他也沒蓋瓦斯 他是想抓那個王蟲嗎 可是這張圖 我記得是抓不掉的 就是王蟲可以安然的飛過去 但是會死 損失很多血 喔 但是不會死 那這樣他就至少可以偵查到他的瓦斯了吧 那也可以偵查到有沒有開礦 那他過去看有沒有瓦斯 就知道他大概要怎麼打 大概就知道他怎麼開局 喔 那就是單兵營開礦 好 雷諾克還是放下了 他的瓦斯長 喔 就像你這樣說的 他會被打到中傷 對 他會被打到中傷 可是飛到好的話是不會死 飛到好的話 不要打我 不要打 不要打 好痛 這陸戰隊長會很像你 蛤 這陸戰隊長會很像你 蛤 那個 你知道你們那邊 記得四張你的照片給我嗎 知道阿 我要想你把它公佈喔 不要啦 你公佈我就公佈十年了喔 你說我公佈你的照片 你就要公佈十年的照片是不是 對阿 那我就公佈了 不要啦 反正十年不在 阿 十年在我旁邊阿 你知道十年有什麼照片嗎 他有什麼照片 我改天再跟你講 好 那你改天我們互同遊舞一下 我把你的照片傳給你 然後你把十年照片傳給我 我已經有我的照片了阿 他不知道他傳了什麼照片給你 我好好奇 好雷諾克停了瓦斯 喔他沒停瓦斯 欸 兩隻在踩 兩隻在踩 這我就有點 不知道他 停了停了 他忘了停 欸他 沒有他不知道 在想什麼 他剛剛有變一隻過 然後變兩隻 然後變一隻 為什麼阿 還不知道對不對 目前還不知道 你希望能推斷就是他 想要讓他科技快一點點點點點點點 因為我是不太喜歡 喜歡用這種 我就是 你喜歡就是要嘛就不踩 要嘛就踩到 對對對對對 極限營運 十字弄妙下去 欸這遊戲音樂會停欸 按什麼Ctrl S就好了嗎 Ctrl S 喔 我才正要說 我覺得太假有可能打你喔 他就放下了飛機場喔 這個戰術 台灣人王最愛用了 台灣人王 喔不是啦 香草 香草 香草最愛用這個戰術 香草最愛用這個戰術 蠻愛用的 喔 雷諾克 放下紅金礦 然後 放下第二個瓦斯場 他準備出蟑螂 嗯 胎甲這個我就 我猜錯了 結果他出了是鬼雷 唉唷空頭四肢低雷喔 唉唷我錯了 別說錯誤 我發現瑞斯 欸瑞斯你切平慢一點好了 蛤 你是自己在看畫面嗎 蛤 對啊你切慢一點 好 對移動慢一點 你一樣看你的 然後移動慢一點 你也太慢了 你根本移動了 欸他在走他在走 你有看到嗎 欸被看到 欸這 王蟲散了 喔這王蟲散得很好喔 對啊 完全看到了 欸這邊還有一隻王蟲飛過來 是什麼意思 我們跟著這醫療廷看他會 做什麼事情 看到了 這邊有一隻媽媽來迎接他 嗨 欸說好的媽媽 嗨 有媽媽 還有很多狗 這個應該是不能硬頭的 硬頭會爆吧 對對對 硬頭會虧 可是他已經很虧了 因為被看到了 對 虧在哪 而且他造成什麼傷害 再讓他前期沒有做的時候 就限制重拆 喔這個 這還不錯 唉唷 唉唷 一隻 我上次也是像那個 我上次也是被投鬼雷啊 我就拉一隻工兵出來 然後我那一群工兵就被炸死 我有看到 為什麼 那鬼雷是可以控的喔 你們不要看他這樣子 他是可以控的 可以控啊 你可以選擇你要打哪裡的 我知道啊 對啊 然後我的那一群就 被炸了 爆炸 這我已經 啊 蛙蟲 不要 不要 喔他死了 繼續屠殺著他的蛙蟲 那他如果沒有做火車就限制重胎的話 那 他殺怎麼辦 他現在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對啊 他殺是 他現在我覺得他算是 處於有一點點劣勢的狀況 因為你看 ENOC的黃金礦都採了多少 對 我每個都採了兩百多 然後你看 胎甲現在三礦才飛出去 快十分鐘了 他三礦才飛到這邊 欸 我記得他打那個Revival的時候 他的三礦都是 很早很早就去蓋了 那是因為火車啊 就是我所說的火車 那火車 火車的話就可以很早去開框 因為你可以用火車去免護 你可以限制他的重胎以外 可以對狗造成一定的威懾力 這樣子 就不會就是 蟲竹就不會想進攻你 但是如果你沒出火車的話 就變得你要很小心這個狗 欸這兵力太少了吧 欸我覺得 ENOC可以直接包上去 這兵力太少了吧 啊 啊 喔這個 這個操作很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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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還沒死什麼兵嘛 衝啊小狗 小狗 穿進來 小狗 小狗 咬一點農民 咬不到什麼 咬了一隻 咬了一個空洞 走 欸 诺克這種 就他 不錯就是 他的王蟲其實都有在上 啊 喔這個 啊 這人類根本就 無損嘛 他這樣 在那邊被你包以後 全部載上去根本就不會死 啊 你看人都一樣多 不會死啊但是 對城來說也是普通不搖 啊 反正他就是包你嘛 他有分兵防守 那太甲殺 太甲就是因為獵士所以才一直 像這樣多線拖時間 用多線來賺一點東西不然他很難打 正面兵力是有差 但是為什麼太甲人口還在那圈 上次他打那個Revival也是這樣子 我們感覺好像Revival是優勢的 但是奇怪人口怎麼是持平的 不要衝動啊 為什麼我覺得這場連絡客哥哥要輸了 好 撞到東西了撞到東西不錯 欸守住了 還是A回去了 然後那六隻蟑螂是很厲害的東西嗎 六隻蟑螂沒有什麼幫助的感覺 有啊他有補尾刀跟坦克的幫助 就是那種會被罵 欸你為什麼撿我的頭 我彈了很多傷害啊 你為什麼要撿我的頭 有沒有撿你的頭啊 欸這邊是喔 飛龍 喔雷龍哥四光放下去 喔太甲現在放了三個兵 欸你有遇過這種防空塔蓋一排的嗎 有啊 就黏在一起蓋的 一定的啊 喔就是防那個出兵點被佔 還有黃飛龍 喔他是像這樣蓋一起的 喔 所以你也會遇到像這樣子蓋一起的 對啊 這樣很強欸打不贏他 對啊 因為打神族人類是不會這樣蓋的 打神族不是要蓋上一點讓他 對啊蓋上一點 哇他完全飛不進來 對啊 喔太甲這場他是選擇 先多放了三個兵 然後他沒有選擇要開四空 我覺得他可能想要一波打到底 喔 才剛說完他就把四空放下去了 說好了一波打到底了 說好一波打到底 但以人口來講現在 泰雅是有點劣勢的 但在重打人之中 就是 人類的那個 工坊 在提三三的時候 他會比 重組還快 對 欸為什麼三三會比重組快 是因為重組要升三本才能提嗎 對重組要升三本 但是 人類只要放一個那個 VA VA 我叫什麼名字 VA 對啊 兵工場 他只要放一個兵工場 他就可以提22跟33 兵工場 對 所以在 湊起的時候 人類會有一段時間 他三三是好的 對 然後人類就是利用這段時間 他要把自己四礦開出來 然後限制重組五礦 他只要達成這兩個東西 他這場就 有很大的機會 可以獲勝 你說 在他的三公三方好的時候 用那段時間去壓制 然後開出自己的五礦 然後限制重組的開礦 然後這樣子的話 重組就沒得打了 人類開出自己的四礦 開出自己的四礦 然後限制重組五礦 對 應該說他的整體戰 就會思維是這樣子 對 雷諾可以打得很好 他 他不像 某些人 就是 222 long call 打到底 他是 他是會去提這個三本 而且我們剛剛上一場看到 他是會 轉型出雷獸 Race你的視角有點遠啊 你不覺得這樣比較好看嗎 可以看到比較多東西 也是 好 那我們回來嗎 正常一點的視角 欸 毒爆三顆三顆三顆 三顆毒爆三顆毒爆 什麼都沒炸到 轉過來 轉過來 啊這個 欸 他毒爆全部沒炸到東西 不對 還不錯啊 他送了 他送了蠻多鬼雷的 好 好這個空頭 你看 胎甲這個 就是他想要 他不想讓蟲族開五顆 喔所以就在那邊先等著 他只要一開就把他A掉 對 然後自己試礦你看他現在飛出來 嗯 這樣如果打下去的話 胎甲會 有一點優勢 但是 其實蟲族也沒有到太爹式 因為 蟲族是有三本的 蟲族有三本 而且他正在整形雷獸 喔這一波 啊雷諾快在送啊 欸我這邊有封好 欸狗 狗 狗 狗又竟然按H HHHH 喔 H 喔 好像殺不少 喔這些狗都送了 喔台甲施礦 開下去了 他這場要做的就是 寶化了這個施礦喔 啊蟲族當然就是要把這四礦給打爆啊 對 如果像這個行星要殺啊 你真的迫不得以蟲族用 毒爆去撞 你覺得划不划算 很划算啊 很划算 如果毒爆可以撞掉的話 你想嘛 你是有四礦的人 對 要把他四礦撞掉 你是不是比他多一個礦 對 一分鐘就 一分鐘 可能不用一分鐘就回來 那個錢 對對對 那可是你蓋一個礦要100秒 對 所以那是 那是鑽的 喔 所以能滾掉就滾掉 對 能滾就滾 像 現在 雷諾克正在轉型雷獸 一次六 一次六條 喔他變了一波突爆啊 他假的人家喝飲料就是 他的胖子夠不夠多 他掠奪者 他掠奪者數量如果太少的話 會不會雷獸連拼嗎 一波 一波直接被雷獸滾 喔喔喔 毒爆 還是我再有一點東西 他這個毒爆應該就是想 嘗試去撞他的失控 而且你看這一場 太假了 結果放兩個感應塔 跟你剛剛說的一樣 跟上一場完全不一樣 然後這場 雷諾克的重搭還是沒有 就是 他中後級的重搭 沒有說 鋪得很完美 喔這個 你看他要來 他這又是想來 喔這個這個 這地雷打雷射不通不一樣啊 欸可是這陣型 沒有這陣型對衝來就太不利了 對對對 所以他就選擇撤退喔 以這個部隊來說 連弄克包得好的話 是可以直接 把人類一波帶走 但是 喔這個四控太難開 欸不是這五控太難開了 好從足這樣下去會 雙方支援越來越接近了 對 喔這邊 喔飛龍飛龍要洗了嗎 要跟你一樣嗎 被洗嗎 我真的 真的對於你打輸10年的人類感到非常難過 好 喔 連弄克再變一個 很恐怖的東西喔 喔 大龍 對 而且 牌甲好像也有發現喔 他還是放了兩個飛機場 欸 打這種大龍應該就是要大量圍巾 然後加度壓對不對 大量的圍巾 不需要度壓嗎 欸 你要先求圍巾的量起來 再去求度壓的量 什麼時候會需要用到度壓 欸 你大龍嘛 大龍 會被圍巾克制對不對 啊啊啊 然後 圍巾 重複要克制你就是出 補飛嘛 然後 這時候人類就可以出毒壓了 因為那個炸彈 超超超超超超超級痛 哪有無人機 會丟無人機嗎 還是主要就丟炸彈 最主要應該是丟炸彈 你自己問看有多少重組的撫飛 會炸彈給 會炸彈給滅國喔 那 那感覺有多難受啊 但是其實現在 我覺得雷諾克還是有點優勢 他這個正面 他費用只要沒送 就算人類出 出圍巾嘛對不對 他費用還是可以 就是跟他打 我已經太少了 這個胖草恩感覺不夠多啊 對 其實蟲族這種部隊非常難打 哇 這蟲族真的有點猛耶 這蟲族真的蠻猛的 好 學習 控制出兵點 控制出兵點 我對人類的好消息是 雷諾克的武礦 一直沒有開出來 他這波只要有辦法 只要有辦法 把他頂回去 有守住嗎 但是看起來是守不住啦 看起來是守不住喔 太難了太難 太難了 再見了 欸好像還是有點 沒有機會啊 對沒機會沒機會 人類是完全沒兵的 這個礦羅是 他是 他是砸 不行啊這礦要爆 這礦要爆 這礦要爆 爆 爆了 那這樣子太甲已經沒有 喔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五礦 還有一個礦 那太甲已經窮了 二礦跟三礦都 都沒了 不行 就被發現了 就被發現了 打錯GG了 好我們來總結一下好了 這場為什麼太甲會鎖 我覺得這場 他就是他沒有 有效的影響到重鎖經濟 你說一開始那個鬼雷嗎 那既然那可是 那雙這張他就是因為被偵查到 所以才會沒有作用啊 那既然他為什麼在這張圖 還要選擇鬼雷這個戰術 這我就不知道 因為這張圖其實 大部分還是 正常打 或是我一開始猜的女傭 比較多 空中近點近嘛 對 然後如果走火車女傭的話 其實還是可以限制到重鎖 而且重鎖如果開黃金礦的話 他的二礦跟三礦是非常 非常難連接的 如果人類走火車女傭的話 重鎖會有不小的壓力 但是他走鬼雷的話 我就覺得可能是他 即興發揮吧 就是想 突然想這麼打 試試看 試試看 然後後面他看得出來 是非常認真在打 我是覺得他平常就有練這個戰術 只是 沒想到王重擺得那麼好 你知道這個戰術是 很久很久以前 你說鬼雷這個 鬼雷這個其實 現在很少見了 打重鎖 因為鬼雷這個戰術 你只要 有對空砲台 啊 啊 就沒有用了 啊 OK好 那